那剛剛藍雲雄隊在六局下半 是靠著黃龍翼的中間方向兩分打點 全打再度把比分差距給擴大 比數變成10比4了 兩隊的差距是六分 那對於牛隊來說呢 用另外一個方式來換算的話 就是要製造兩個大局才行 不過在這個半局 新龍球隊率先上場的打者 是第三棒的威納斯 之間三個打數出現了兩隻的安打 認為是太內角了 不過黃龍翼的尾勁不錯 第一個球是從外角走後門切進來 第二個球是從中間切到內角 來了一個外角的變化球 但是打擊的威納斯並沒有出棒 威納斯今天已經是第三次 是成為新龍牛隊該局第一位上場的打者 選球不錯 真正恐怖 他雖然強打火力 沒有像是張泰山跟謝家賢 那麼樣的恐怖 但是他的選球他的打擊能力 黃角打法 兩好球之後 凹到現在兩好三壞滿球術 差了就有 彈到彈腳 最近把他斤斤計腳 這個時候就產生效果 那是認為比較低 滿球輸了對決 這個球打成一個右邊方向的高飛球 找上的是龍貓曾豪軍 來到邊線附近 把這個飛球給接殺了 移出去 龍貓這個時候也戴上眼鏡 這個太陽也露出來了 也會移動 這雲層也散去了 對 因為今天中午的時候 高雄是從中午才開始飄雨 還好這個雨並不大 一點點而已 現在太陽也出來露臉 過去的畫面看不到這種畫面 就是陰影出現的一個比賽 機會比較少 因為都是夜間 因為等於說有意義以後 那種感覺不一樣 今天風很大喔 在處理這個飛球要注意喔 我沒有問題 林志平順利接殺了 張泰山的這個飛球 這種比賽的時間點 就是味道會不同 切到球的下緣 沒有掌握好 雙手接球 兩出局了 輪到了打整的 則是第五棒的阿拜亞謝嘉賢 謝嘉賢 前面兩 三次上來打擊的時候 都是碰到左頭手無私右 三打數沒安打 還吞下了一次三陣 現場新龍球迷在叫Cobra 今年新龍牛隊在去年年底的特別選秀當中 是有吸收了不少 之前成泰隊的一些球員 右邊方向的穩定球 哥哥這個球沒有辦法處理好 現在謝嘉賢繞過一點 最後要繼續朝二壘來推進 好 哥哥給失誤 有機會給失誤 那是一個有機會接到的一個球 主要沒錯 紀錄上給了一壘首歌登一個失誤 那就是兩個禮包的失誤 可以接到了 沒有掌握到 他唯有一點點不歸球 我認為有一點點不歸球 我認為有一點點不歸球 在最後一個彈掉的路 對對有點突然彈高 因為打得還蠻強勁的 所以反應上會有一些困難 兩出局輪到的是 今天打擊成績滿江洪的阿浪正教行 三個打數都是安打 職棒生涯第701號的安打也出爐了 那黃洪潤在上場投球之後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敲過安打 不過有投出一次出身球保重 今天黃洪潤的快速球也有飆到140公里以上 不錯啦 因為他本身的投球動作比較怪異 那危機又好 變化球又細力 這種擺在中繼還蠻好用 再錯 又是一個好球 好球力蠻高的 一個二封建的主球 最主要是黃洪潤 他的快速球也有走後門的效果 這瞬間 球數上是投手黃洪潤取了領先波 這個時刻打擊了讓鄭教行要了一個暫停 揮霸落空 今天打擊的鄭教行第一次被解決 找到了三陣也結束了七局上半信動牛隊的攻勢 這個半局牛隊留下一個二壘的殘壘 並沒有得分 去到晚了 很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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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